那我想齐克果在他所处的时代 似乎是看到教会制度 往一种危险的方向发展 那他看到了教会运用了制度 利用上帝在蒙混世人 换言之那个教会所展现的一种高贵的权力 文职彬彬的礼教 好像就是一种文明的假象 那我记得有一部电影 他是奥地利导演麦可汉内克的作品 叫做白色断带 他这个电影的剧情内容 可能就是齐克果眼中的那些基督徒 那我稍微叙述一下 那个故事的剧情的背景 很有趣 他这个背景是在1913年到1914年之间 也就是差不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 在德国北方的一个乡村 那他是透过在这个乡村教书的老师 来做一种叙述 那譬如说在电影里面 我们看到牧师将象征纯洁的那种白色丝带 绑在自己孩子的身上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提醒他的孩子要保持礼节跟谨守本分 但是另外一面 这个牧师却用打骂捆绑 还有借这个宗教教条的这个方式呢 在辱骂自己的孩子 那表面上呢 小镇居民都很信仰虔诚 因为大家都去做礼拜上教会 小孩子乖乖的上学 可是私底下 在这个镇上的一个有名望的医生 他乱伦 那寡妇不争 然后牧师呈现一种所谓的精神的这种宗教狂热 这样子外表看似遵循这个宗教仪轨 美好生活的包装底下 却是将自己现实生活的罪行合理化了 我想这样子的一个句型呈现 似乎蛮呼应齐克国所说的 这个最难成为基督徒的就是那些基督徒 我也感同身受 我们觉得现实的宗教跟理想的那个宗教 应该说理想的信仰 也可以倒过来说 信仰理想所指上的那个他界彼岸 这中间的差异性相当大 就所谓世俗跟神圣之间 我觉得宗教信仰 好像一直在神圣和世俗 拉锯之间的张力里面 我们要很小心谨慎 但是又要有一种勇猛之志 慷慨之情 开放着心 如何慢慢走向我们终究要去的地方